想象一下一场毁灭圈的灾难席卷整个世界 你只有一个选择 逃到海底永不回头 因为你知道地面上灾机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了 你敢不敢接受这样的挑战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面,我是琼哥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末日电视剧《绝业前行》 影片开场,就让我们目睹了正在暴怒的太阳 然后在地球上的人们并不知道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 男主是个海洋生物学的狂乐分子 也是个富二代 他和父亲的关系冰冷 只有海洋能让他感到自由和快乐 一天,他的前女友达芙妮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是个野心勃勃的科学家 想要利用男主发明的小型潜水艇探索二维布斯海溝 那里可能藏着巨大的石油财富 男主对此不感兴趣 他只关心那里有没有他闷闷以求的黑角珊瑚 他知道女主背后的赞助上是他的老爹 他对此十分反感 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他还是答应了女主的请求 带着他和其他的几人一起下海 在出发前,他的父亲打来电话 不过两人并不对付 没说几句就挂断了 与此同时,在英吉利克空军基地 一名叫资利克的女病意外发现了太阳上有些不对劲的现象 他想要报告给上级,却被命令保持沉默 不过他还是听到了一些可怕的秘密 军方竟然想要把他抓走灭口 他拼命地逃跑 就在男主一些人抵达海域的时候 运输小型潜水艇的船长告诉他们一个尽量的消息 亚洲发生了严重的气候异常 整个地区都陷入到恐慌和混乱 船长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 却男主几人暂时不要下海 但男主一些人去已决 而其他的同伴则留在船上等待 可在双海中,男主突然发现水中闪了一下 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便决定上去查看 可是当他们浮出水面时,却发现他们的船只空无一能 只有一台笔记本在播放着他们同伴的录像 录像中,他们的同伴告诉他们 太阳已经变得异常危险 一旦升起,就会杀死所有的生物 他们也不知道原因 只是说科斯那边有个地堡可以躲避 他们已经赶去那里了 希望男女主能够尽快找到他们 男主和女主惊恐忘风 正要赶往科斯的方向 却看到了另外一艘潜艇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上面写着S25号 从潜艇上下来一群海军 男主赶忙和他们的舰长交流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 并告诉他们科斯那边可能有一个避难所 舰长下令大家分头寻找避难所 并在天亮之前返回潜艇 否则就会被太阳杀死 男主和女主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上 却发现这里已经是一片实际 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他们在银行金库发现了一个幸存者 但他已经音音一吸音 只说了几句话就断了气 原来这个金库是签制造的 能够抵挡一定的太阳辐射 但显然还不够 男主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但女主却坚持要找到其他的同伴 他担心同伴也遭遇了不幸 他拉着男主去了地宝的方向 却发现那里也是一片实际 地宝里的人都躺在了地上 没有任何动静 他们看起来像是在睡觉 但实际上都已经死去 女主悲痛欲绝 但他知道现在没有时间哭泣 天快亮了 他和男主必须赶紧回到潜艇 可此时的轮机长他们被困在了金库里 原来他们为了寻找线索而进入到金库 但是其他的同伴不小心把小张的电力给恢复了 导致金库的门锁散了 阿尔坦夏世是唯一的幸存者 他跑回来告诉副舰长 轮机长等了已经完蛋了 副舰长天了之后 怒气醇醇的想把门给锁散 不管后面迟到的男女主 幸亏女指挥官最后打开了门 要不然两人就必死无疑 副舰长对男主恨得咬牙切齿 觉得都是他害死了自觉的兄弟 如果不是他们非要去搜寻那个鬼地方 轮机长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虽然心里很想把男主认出去喂鲨鱼 但舰长还是让女指挥官给他们分配了一些工作 比如刷马桶擦地板什么的 就在此时前庭内发生了紧急情况 男主很快就找出了问题所在 男主之所以这么了解 是因为他自己在那台小心潜艇 现在轮机长没了 潜艇故障不可能没有人来处理 谁舰长只能让男主站在轮机长 毕竟潜艇上不养闲人 但副舰长对男主他们的意见很大 他觉得在海里遇到男主他们挚着海底看探队 可能不是巧合 可舰长并未多说什么 不过其他的士兵都很有意见不断的找麻烦 女主气不过去找了舰长 但舰长终究站在他们兄弟一边 即使双方起了阵子 但舰长依旧没完全折罚手下 就在此时他们发现一名军械官似乎疯了 既然拿着手雷还说他们来了 每个人都需要得到进化 只要我们活着 这场进化就不会停止 我们都知道这个军械官已经魔阵了 不知道是因为知道外面末日 还是长期待在前庭内的缘故 舰长为了保护其他人 只能加门给关上 指挥官大声地呼喊爸爸 原来舰长是他的父亲 最终手雷被引爆 潜艇出现了破口 水雷一直升高 不断地由水渗进来 虽然众人齐心协力将水给暂时堵住了 但是水雷依旧在升高 显然外部还有破损 此时他们处于水下50多米处 男主和女指挥官冒险出去修补破损的地方 女指挥官还被桃鱼给吓了一跳 得亏男主救了他 好不容易潜艇内又恢复了瓶颈 可大家的内心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 黑夜将领潜艇浮出了全面 他们决定去海军基地探查 可惜他们只看到了一片死劲 所有的战友都被太阳杀死了 他们悲痛欲绝 埋葬了王红 感慨命运的无常 如果不是接到神秘的命令 他们也会如这些战友一样 但是潜艇上的食物快要见底了 他们必须上岸寻找补给 也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智利克 他早就知道末日要来了 藏在了潜艇里面躲过了一劫 他甚至知道潜艇上所有人的秘密 他揭露了舰长 曾经联系过其他人 女主也有事情隐瞒 原来他们的相遇并不是偶然 而是有人在背后操控 副舰长怀于智利克的身份 开始调查这件事情 可就在这时 一些船员开始出现呕吐和不适的症状 他们艰苦地发现从外面带来的食物 全都变质了 像嚼辣一样难吃无比 只有潜艇内的食物还能吃 副舰长立刻下令搜寻所有可能的罐头 男主发现智利克的好友胡志哥状态很差 就带着他一起去寻找食物 可他们失望地发现 这些罐头也都变味了 根本无法瞎眼 看来在陆地上想要寻找完好的食物 是不可能的 副舰长和智利克利克利用基地的电脑 想要找到一些线索 没有想到既然发现还一架飞机一直在天空飞行 这让我想起了那部经典的电视剧绝夜缝生 为了躲避太阳的杀戮只能在黑暗中奔跑 虽然知道了飞机的存在 但他们不敢轻易联系 生怕有什么陷阱 可让我意外的是胡志哥竟然说他不想回去了 他想要留在这里 女主努力地劝他 但根本没有用 男主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都碎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胡志哥会放弃希望 或许胡志哥已经看透了一切 未来他们只能活在绝望中 等到食物吃完后 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或许只有死亡才能解脱吧 这次浮出水面后 他们来到了主控室 竟然意外收到了一个神秘信号 说是矿泉那边有避难所 食物充足 安全无用 他们该不该去呢 副舰长犹豫了 他不知道信号是真是假 但他知道他们的食物快要吃完了 如果不去探个究竟 他们可能会饿死在海底 不过在海底潜艇却突然改变了航向 原来舰长有另外一个计划 去全球灾难中心 拿种植 重新种植食物 这样他们就能自给自足了 不用冒险去找别人 但男主和女主不同意 他们觉得矿泉的避难所是个机会 或许那里真的有人类的希望 女主更是质疑船长的动机 觉得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最后副舰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他说我们去看看 但如果出了什么事我可不会放过你们的 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球的决定竟然是一场恶门的开始 当他们抵达矿区后 他们才发现那里根本没有避难所 那里就一群饥饿的矿工 把其他人当成了食物 他们尽管地发现自己中的圈套 虽然中人拼命地反抗 但还是有很多人牺牲了 男主和女主也被困在了最后面 女主更是被矿工给抓走了 副舰长只能开枪射杀周围的矿工 但已经来不及救女主了 女主被吃受完 男主被痛欲绝 他怪罪副舰长认为是他害死的女主 副舰长也不想解释 他只能把男主给关起来 此时副舰长正在召集士兵们说一件事情 原来他们这次之所以会遇到男主他们 根本不是巧合 竟然是舰长收到了秘密指令 简单的说 就是要保证男主他们这些人活着 本来女主知道真相的 但现在他也死了 而且男主和其他人都没在鼓里 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内幕 也因为男主被关起来 其他的同伴不想帮副舰长他们培育植物 这样就不可能有食物种出来 他们最后都得死 且全体内没有士兵是这方面的人才 无奈之下 副舰长只能再次去找男主 问他要如何才能帮助他们 男主说 我的同伴死了两个 你也要将两个同伴留在陆地上 也就是说让他们去送死 两人的谈判 被男主故意放给其他人听 副舰长也因此丢了职位被关了起来 不过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他们发现舰长曾经收到的秘密消息 来自印度洋的某处 上面还有电话号码 而这个电话号码 女主之前用微信电话打过 接通后竟然是男主的父亲 原来之前女主去找男主潜入深海 其实都是他父亲安排的 父亲很早就知道灾难要来了 目的就是为了让男主躲在水里 可父亲如果在陆地上 为什么还活着 现在就抵达父亲所在的印度洋 才能知道真相 不过在此之前 男主想要去机场那边看看 因为飞机停在那边 可在机场男主看到了两个人 甚至还被对方给打住了 这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 但从男主脑中的画面看 故事显然并未结束 第一季到这里就结束了 留下了不少训练 我特地去查了改编的小说 大概猜到了男主的父亲为什么还活着 原来在太阳辐射冲击地球后 只要被太阳照射都会死 人类想要活下去 传递一直在黑暗中或者深海中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将自己的神经元结构 转换成数据 重放在机器人中才能活下来 而男主的父亲很有可能 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存活的 最后一集 与绝夜逢生的调剂最后一集相接 后续会如何发展 要看调剂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